A股神秘之手来了 神秘庄家蓄意性反攻开始 喜盈集体大涨 3100点反弹开始还是结束 这次能否站稳呢 这里各类投资者又该如何操作 上周告知大家的 本周必定站稳3100还能否实现 乃至近期A股怎么走 耐心看完这些视频都会给你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霸道股评 今天是2022年11月15日 你现在看的是周二股市复盘的走势精假内容 首先老估计咱们先看一下 整体的欧美隔夜市场 对于昨天夜盘来说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涨跌不一事件 但是一定要注意 这里是存在一个利好的 美股虽然说尾盘加速走低 但是美联储的二把手 称可能会很快放慢加息步伐 所以这句话 对于欧美市场来说无所谓 但是对于全球市场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而且一定要切记 只要说加息事件形成慢慢的缓速的话 对于A股乃至说港股来说 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潜入机会 而且我再提醒 这样会导致咱们的汇率 形成一个稳定的步伐 所以切记这是一条利好 所以当我分析完了国际事件利好的时候 咱们就明白 起码对于中长线角度来说 还有一句话 这个位置应该要拿得住 知道吗 你包括说现在的港股 以及A股市场 你能看到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弹潮了 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到底这波反弹是谁做到的 以及说现在闯关三间一 今天能否站稳呢 甚至说中场派 超短派该怎么做呢 咱马上分享 在分析之前提醒大家一句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 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给钱来赞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中午十二点五评惊奖 下午五点收评惊奖 提前预判和沙盘推演 A股大趋势走向 你得加关注 每天准时准点来看 还那句话 报道国评只做有良心说真话 揭穿一切黑幕内幕 骗局真相的走势情讲 咱们记得马上说 一家企业家当咱们分析完了国际面的话 现在这个基础是很好的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上正在创指大盘 在我昨天就说过 外资形成一百多亿的流入 绝非浪泽虚名 所以中场派在这种区域之中 一家企业家要安心持股 而且在A股市场这次闯关3100点 其实它和前面是不太一样的 为什么呀 因为前面是到了3100就掉下来 那这次到了3100之后 你看到了吗 它老是什么3118 3116 这种程度的不断闯关 代表什么呀 其实现在这个整数关卡已经过了 更多的是什么呀 是A股市场目前的一种决心 以及主力的动能 那么今天呢 其实就出现了一个主力动能 为什么呀 因为神秘之手又来了 我在前期多次说过啊 谁是咱们A股的神秘之手啊 是国家打基金以及证券 这类特别强大的主力资金派 那么今天呢 可以非常明显发现啊 谁撼动了A股市场如此之大涨幅啊 就是国家打基金以及证券 所以你要明白啊 3100点按照这两个人的手段来说 已经非常明显了 这次是必定站稳的 切记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切记啊 像我上周五告诉大家的 本周必破3100是不是实现了 但是下面的话就要认真听了 为什么呀 因为超短派 即便现在能够在三千一支上 也要小心 为什么这么说啊 咱马上分享啊 大家一边跟我讲 一边去评论区写一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区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继续马上说啊 首先一定要切记啊 目前来说 我必须中场线和超短派 是不一样的分析 为什么呀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更加帮扶你 首先一定要切记啊 今天其实按照这根大阳线 虽然说现在是中午附近啊 但是如果保得住的话 这叫做什么呀 自己看 这叫做一阳吞两阴 对不对 所以这种图形是非常漂亮的 一种走势大幅向上的过程 可是呢 现在唯一的缺点在哪 在于下方这个缺口 它没有补齐 明白吧 对于超短派来说 最怕的是什么呀 是有后患 懂不懂啊 所以对超短派来说一定要注意啊 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只要说你的仓位保留着工房兼备的程度 那么现在这种拉升起来又是干什么用的了 又是卖洋用的了 你比如说昨天最高位 我告诉大家可以减仓 那么回到了一个阴的位置呢 就又可以夹点仓 你今天呢 又出洋了 继续减点仓 懂吗 一定要做到什么呀 做到躲闪腾挪 毕竟来说下方这个缺口还没有补齐呢 而且呢 这个位置实话实说啊 从目前来看 站稳三千一并不难 但是难的是什么呀 是在这个位置 马上要迎来一个去闯关三千一百五的过程了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三千一百五 我再次提醒 我在前面啊 本身这波从二八八五点拉升的时候就说过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次咱们要好好拿着 为什么呀 咱们到了三千一到三千一百五 再去形成一个什么呀 震荡式的时候 谨慎一下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到了什么位置 其实在前面啊 告知三千一这个位置呀 会有一个震荡盘的出现 出现了吗 出现了 然后呢 现在呢 上方这个位置又到了三千一百五 这个什么呀 非常明显啊 是上方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震荡盘的支撑线 那么跌破了之后 它变成什么 变成了压力了 对不对 所以围绕着 我现在画这两根黑色线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中间区域 需要超短派依然做到什么呀 工房兼备 买阴和卖阳 波段求生 千万不要 因为今天这根阳线 你把仓位给我干到满啊 一定要注意啊 还是那句话 现在适合什么呀 小阳小卖 大阳大卖 小阴小买 大阴大买 只要超短派你这样做的话 又保留着一些工房兼备的这些防踏空仓位 那么咱们在任何一个压力的闯关之时都没有问题 懂吗 所以切记啊 这个位置 超短派一定要记住 你们不允许特别疯狂 因为你们的性格不适合疯狂 而且再次想啊 缺口未补 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扰 只要说这个缺口不补的话 那么就有概率再次形成回踩 所以超短派该干什么呀 今天又是一个继续卖羊的日子 知道吧 当然有人说了 这掌定板卖不卖呀 如果是掌定板的话 或者达到八九个点这种程度的话 你记住了啊 就不用先去离场 等到明天 比如说看着走势不佳 你再离场 但是如果迟迟不触及掌定板 甚至说总是在这个位置形成震荡盘的话 那么今天中午这个视频 你听完之后一定要切记啊 下午该干什么呀 就是逢高捡点仓 等待再一次出现的买因机会 知道吗 超短派必须躲闪腾挪 把这个三千一到三千一百五 这五十点区域给我用这种方法做到底 懂不懂啊 千万不要因为拉升了 然后就感觉自己风停了 雨停了 自己又感觉自己行了 那不行 一定要这个位置要做到自己 懂得自己的性格是什么呀 是波段为王 差价为王 懂不懂啊 我再次想啊 中长线 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大趋势就是震荡向上 还有就是有些超短派现在说了 既然说趋势为王的话 那么我呢也想着说啊 自己在这个位置呀 不怕这个震荡盘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不要自己骗自己 因为一旦说有任何的震荡盘出现 你们今天所形成的所有心理将再次被打破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本身人的性格只要建立起来 你适合超短派 你就安心的做波段 你适合中长线 你就安心的做潜伏 就这么简单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自己骗自己 因为每一个人的弱点 你自己是不知道的 在真实发生之时 你才会后知后觉的把它体现出来 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霸道股平这里 用心良苦的 每次分析中线和短线的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你们需要的是这份坦诚且客观的分析 好了 新朋友记得加入关注啊 老朋友记得点个赞啊 咱们下午五点 A股收屏 记得来看啊 A股收屏